好 再來第六題 計算98加97減96減95 加94加93減92減91 好 你知道現在在念的時候 加加減減嘛 對不對 四個一組 四個一組 好 可是你要小心喔 到最後是什麼 到最後是 43的前面是65 所以其實是加6 哇哩咧 這是加6啦 再來加5 然後減4減3 所以到後來是變這樣 換句話說會多出那兩個人 加2加1 好 再來 我們來看一下每一組的答案是多少 這個叫做98減96 看你怎麼想齁 但你千萬不要兩個加起來 然後再減掉那兩個 這個就笨掉了齁 98減96是2塊錢 97減95也是2塊錢 所以2加2 第一坨叫做4塊錢 第二坨咧 94減92 2塊錢 93減91 2塊錢 第二坨又是4塊錢 所以第三坨 第四坨 我知道有每一坨都是4塊錢 對不對 好 所以到最後 還有一個 好 兩個沒朋友的齁 這個叫做2加1 2加1是3嘛 所以這個 13 等一下 很有FU 還是用這種顏色 來 2加1 13 過來咧 總共有幾個4 是我們現在要開始思考的 有幾個4 你知道扣掉這兩個人 1到98 有98個人 扣掉這兩個人 還有96個人 對不對 所以除以4我就可以知道有幾坨了 OK 好 對三四年級的小朋友 我們再講一遍 我說全部有98個人 那扣掉這兩個人還有96個人 那每4個數就會有一坨 一組啦 所以除以4就叫做 就會知道有多少組了 所以除完之後叫做24 OK 好 所以 24呢 這個24就是有24組 所以這裡有24個4 所以叫做4乘以26 啊 對不起 忘了說一下 4乘以24 然後最後再加上3 所以答案一樣叫做96 加3 99 好 所以第六題的答案是99